大家好,这期视频我们学习怀素大草签字文里边的字 学习草书在书法史上有几个绕不过去的人 你比如说伟晋时期的汪西之、汪献之、还有张之 唐朝呢,有张旭和怀素 特别是这个滇章、宿醉更是家喻户晓 尤其是怀素的书法成为当代书坛草书领域当中必须临的典范 怀素和李白是好朋友 两人一起相投,相见恨晚 李白曾经评价怀素的书法 说少年上人好怀素,草书天下称独步 称赞怀素,草书天下独步 写起来气势豪迈 写出了大唐气象下的狂僧之态 怀素的大草签字文可谓是一部大草的字典 用笔自然,变化莫测,非学而能置野 但尽管如此,仍旧是千百年来 世人争相学习临摹的经典 怀素的大草运笔迅速 飞动远转,随手万变而法度俱备 虽然出笔迅速千变万化 但始终不离未尽的法度 怀素的大草签字文誉为一字之千金 被称为千金帖 大草签字文运笔原魂洒脱 通篇一气贯注 笔是游动飞舞 线条凝炼柔韧 点画精妙入神 放耳不乱 纵耳不也 技巧内涵极为丰富 自行纵横跌宕 错落有致 通篇文字有弱一交相曲 继续